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弟兄姊妹 今天牧师要讲一个特别的题目 就是威耶和华主谈 我也叫做主谈 那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 牧师讲了一个 我们新唐 净新唐的意义和内涵 我们最后讲到 我们教会将要成为一个国度的教会 新唐不只是一个建筑物 它要成为上帝复兴的器皿 我们上次提到 上帝这栋楼是一个神机之座 上帝一定有事要做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充满的期待 我们相信在那边 不只是一个新的聚会地点 不是一个很精华 很漂亮的一个唐在那边 重要的是上帝有事要做 而且神在那里 祂有一些全能的计划 我们等着我们一起来看 神的工作 一定要在我们的当中来发生 那为什么今天牧师要讲 这一节 这一段经文呢 就在我们进新唐之前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想大家都听莫牧师讲过 在1994年我跟师母去加拿大的多伦多聚会 在那个几千人的聚会当中 有一个牧师就给了我两节经文 给了我以后就赶快跑 因为那两节经文是让人家很特殊 很奇怪 而且或是很冲击的两节经文 那我想我讲过好多遍 第一个经文就是在这里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1994年我在那里聚会 那时候我在台北林安娜服侍了十多年 这里突然说给你一个经文 你要什么 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那当然对我来讲一个很特殊 因为在几千个人当中 那个人是我不能说树妹平生 大概就只见过一两次面的这个人 而那个人是美国的牧师 我是从台湾飞到多伦多 他是从美国另外一个城市飞到多伦多 我们两个是从不同的城市到那里会合 上帝叫他给我两节经文 其中第一节就是这一节 果然1995年 94年给我的95年 我就来到了士林 所以很多年来 这一节圣经对我来讲 是非常确定的一节圣经 但是第二节他又给了我第二节 我很少讲第二节 为什么很少讲第二节 因为很多年我都 我都一直抓不到第二节 这一节的意思是什么 直到今天我应该比较清楚了 可以跟你们讲 这第二节的经文 第一节已经在95年已经发生 我已经就离开了本地 本族我就来到了士林 如今一过已经27年了 过了27年今天牧师要跟你讲 那第二节经文就是在这里 亚伯兰就把他告诉我 第二节经文就是创世纪13章的最后一节 当然我很快回去的就打开来看 12章一节我很熟 13章最后一节虽然有 但是我不太确定 我一看 他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 来到西伯伦曼利的像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筑了一座坛 离开本地本族比较清楚 是我要离开果然我就离开了 可是他说我离开了要做什么呢 上帝说你去西伯伦为我煮 一座坛 到西伯伦为我煮一座坛 所以这27年来我一直都在想 主啊去西伯伦哪里呢 我为你煮一座坛 我不是天天我们都在祷告吗 我也都在祷告 我也不就都在煮坛吗 什么意思叫到西伯伦煮一座坛 今天我们下礼拜要搬进新堂了 我可以跟大家讲 神在西伯伦家我们煮了一座坛 我相信这个坛有它特别夜寒 所以今天我要从亚伯拉罕身上 我们来看这位祖坛先生 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他也是一个祖坛的人 盼望今天弟兄姊妹 你听牧师讲 你也要体会新堂大值 就是一个坛 而这个坛的内涵是什么 在今天透过亚伯拉罕的祖坛 我们可以抓到 弟兄姊妹你进去一个地方 不是一个新的建筑物 在那里乃是耶和华的坛 我们一起都要在那里来祖坛 而这个内涵意义就在 亚伯拉罕的三个祖坛的里面 从创世纪十二章到十三章 亚伯拉罕一共组了三次坛 第一在四建祖坛 亚伯拉罕将他的妻子 撒来跟侄儿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务 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 所以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了 他的原来的乌尔 来到了迦南地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亚伯拉罕经过那地 到了什么地方 四建地方 然后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衣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 向显现的耶和华 竹了一座坛 亚伯拉罕离开乌尔 来到迦南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四建 而在他踏进迦南的第一个地方 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 竹坛 竹坛表明了他的生活 是以神为中心 祭坛就是他跟神相遇的地方 在那里他敬拜赞美求告神 竹坛是表达他跟神的关系 表明了与神交通 是他生活中的第一件事 竹坛写明了 他以耶和华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而亚伯拉罕在四建 他踏进迦南的第一个地方 主义座坛 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信心的表达 请注意看第七集的这些 他说亚伯拉罕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在这里上帝给亚伯拉罕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然后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就向耶和华 竹了一座坛 听好来非常的重要 亚伯拉罕用竹坛 回应神 要把迦南地 赐给他后裔的祝福 而借着这个坛 他对这个神应许的深信 更是借着这坛一个宣告 坛设立在那里 就是宣告神的应许 必定应验 这一块土地必要成为 我和我子孙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有看到学到亚伯拉罕 借着祝坛这样信心的宣告吗 当然我们在办公室 在我们的家庭 祝耶和华 尼西的坛 在那里摩西 祝了一座坛 叫做什么 耶和华尼西 所以弟兄姊妹 摩西在那里 祝了一个得胜的坛 你学到吗 摩西在那里 祝得胜的耶和华 弟兄姊妹 你要在你人生的里面 在你所在的地方 为耶和华族得胜的坛 而在那里 亚伯拉罕为神筑了一座坛 在那里叫做 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 耶和华以乐 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 直到今日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亚伯拉罕在那里 祝坛 他在那里宣告 上帝就是他的预备 丰盛和供应 所以弟兄姊妹 事件的坛 代表着一个信心的宣告 在那里借着这个坛 抓住神的应许 宣告神的应许 神就是我的得胜 上帝就是我的供应和预备 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就是牧师 常常的祷告 宣告神的名 因为神的名就是他自己 就是上帝的应许 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 就在世界 就在迦南这个地方 逐耶和华的坛 宣告这块地 这个产业 就是神要给我的 虽然我的眼睛还没有看见 请听好来 亚伯拉族坛的时候 眼睛看见了没有 没有 对吗 所以我基督徒属灵的 就很奇怪 就是很特别 就是眼睛没有看见 但是借着族坛 就是对上帝应许的 相信 接受跟领受 眼睛没有看见 但是在灵里的眼睛 信心的眼睛 已经看见已经领受了 所以四篇六十九篇 那里有一句话 他说神要拯救西安 建造犹大的成义 祂的名要在那里居住 下面说什么 得以为业 祂的仆人后裔要 承受为业 弟兄姊妹 这就是诗人的宣告 他说我要住在那里 得以为业 承受产业 盼望弟兄姊妹 你要学习 在属灵的里面 你站在那里 你说我要 得以为业 我要承受产业 所以我们 要在信心里 这样说 这样看 所以我总是勉励自己 在信心里 祷告神的话 请听好 牧师的祷告 其实很简单 我总是祷告神的话 我很少用我的话 我如果有的话 就是在讲神的话 因为我的祷告里面 只有神的话 会让我最肯定 我的话有很多种 我有很多的心愿 有很多的想要 但是那都不可靠 只有神的话 所以每一天 我就是祷告神的话 这绿把书 不可以离开你 你只要谨守 遵行这书上的话 如此你的道路 就可以怎么 横通 所以每一次我祷告 我横通的时候 我是站在 这句话上面 不是因为我想要很横通 不是主啊 我求祢让我横通 我不是这样 我是祷告 我遵行神的话 我就会横通 就像上个礼拜 牧师引用的那个经文 亚比明勒说 对亚比明勒说 凡你所行的 都有上帝的保佑 弟兄姊妹 你确定吗 当然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就知道 凡我所行的 都有上帝的保佑 他从岁首到年中 严和华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我宣告 上帝的应许 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应许赐给你 弟兄姊妹 这一节圣经成了我 进心堂的最大的信心 上帝应许我脚掌所踏之地 他都要赐给我 所以我总是祷告宣告 我的未来是美好的 我不晓得你祷告 你的未来美好吗 弟兄姊妹 我每一次祷告 我的未来美好 不是因为我很棒 不是因为我很敬贤 不是因为都不是 弟兄姊妹 我感谢主 我祷告我未来会很好 是因为什么 因为神的话 一人的路 会如同黎明的光 越照越灭 你听牧师讲过 不晓得多少遍这句话 你接受 你听进去了吗 但是你知道吗 这句话就是给牧师 多么大的力量 人生有没有困难 有没有挑战 有没有挫折的时候 有 但是就是这句话 让我大有信心地 继续卖钱 我说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越来越好 我只要谨守遵行的神的话 祂就必使我居上不居下 居首不居尾 我在信心里看见 万能教会千间分堂 我看见十四亿的华人 已经来到我们的教会门口了 所以弟兄姊妹 你我都要这样学习 在世界 在迦南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社区里宣告 我必成为大国 我的后裔要极其繁多 我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 我必承受产业 好叫万国因我得福 福音传遍天下 这叫做在世间主坛 在你所在的迦南 在你所在的职场里面 宣告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 这是第一个 叫做亚伯罗罕 在世间主坛 第二我们看伯特利主坛 在这里他又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他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爱 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民 亚伯罕来到伯特利跟爱神中间 这是亚伯罕进入迦南的第二站 而在那里 他为耶和华筑了第二座坛 弟兄姊妹请听进去 让我们人生的每一站都用主坛来标记 请听牧师劝民 让我人生的每一站都用主坛来标记 当我们大学毕业时 让我们跪下来把一生交托给神 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跪下来 欢迎耶稣到我们家 当我们家成为我们家之主 当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们抱着孩子宣告 至于我和我家 必定是奉耶和华 我全职是奉 我跟着师母一起 把我们一生奉献给神 当新堂快要盖好的时候 我跪在我们大厅的门口 我向神祷告 我把这个新堂奉献给神 作为祂复兴的器皿 兄姊妹 让我们的人生的每一站 都用主坛来标记 亚伯兰走到哪里都主坛 也因为祂走到哪里就求告神 持续的寻求 持续的顺服 也因此祂就持续 不断的活在神的祝福里 祂一次主坛 两次主坛 一次求告神 祂主宰世间求告耶和华 到了伯特利 祂又再次求告主坛 求告耶和华 主坛献祭 求告神 成了祂生命的第一 成为祂生活的必要 也成了祂的生活方式 也因此 祂就持续 不断的活在 神的同在祝福里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希望你不只是偶尔 有时候 我曾经被上帝祝福 而是持续的活在上帝的祝福里 让我们一起来学 这个持续主坛的工作 我们人生的道路里 每一步路 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 求问神 而不是等到出了事情 有问题 才来求问神 弟兄姊妹 为什么你要等到有困难 有问题 才来祝坛 才来祷告呢 为什么你不在事情的 一开始就让神带领你 走蒙福的道路呢 亚伯拉罕 是到事件就先祝坛 到了伯特利 他就先祝坛 让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步 都先来祝坛 求告耶和华 然而 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 也会有轻忽 忘了祝坛的时候 而这一次没有祝坛 就带给了他极大的祸患 当一切平安 太顺利了 人就会放松 开始对属灵的事 轻忽随便 我是今天确明 守敌就是会慢慢让我们 开始对属灵的事 轻忽随便 那就是我们 被攻击灾难的开始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太平安顺 我们就会轻忽 难怪神不太敢赐福我们 人有的时候 就是没有能力过好日子 神稍微提升我们 就变样子 我们继续看圣经 后来亚伯拉罕又渐渐 迁往南地 这是亚伯拉罕第三次的迁移 但这一次是迁往南地 向迦南的南边走 靠近埃及 而埃及代表着世界 神将迦南地 赐给亚伯拉罕为应许之地 但是这一刻 亚伯拉罕竟然离开迦南 渐渐往南地去 越来越靠近埃及 越来越走进世界 亚伯拉罕一到南地 发现那里有葱 有蒜 有肉 有西瓜 而这一下亚伯拉罕只顾着 享受美食 享受埃及 竟然忘了要为神祖坛 弟兄姊妹你看见了 当亚伯拉罕走在神的道路上 他每到一次都祖坛 可是当他走向世界 往埃及去了 他就忘了祖坛 竟然没有祖坛 我们当中是否也有人 像亚伯拉罕 正在往世界挪移 在线上的弟兄姊妹 这么久了你在线上 会不会有一点点 你慢慢越来越 对属灵的事情轻忽了 你慢慢的挪移 结果埃及的蒜 葱西瓜还蛮好吃的 亚伯拉罕就是这样 结果就这么一次 他到了南地 就忘了要为耶和华祖坛 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 已经许久 没有为神祖坛 说真的 如果你太久在线上去会 你真的会忘了祖坛 那已经变成一种形式了 可有可无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这么的软弱 连亚伯拉罕都这么的软弱 何况线上的弟兄姊妹 会不会你真的 已经忘了祖坛 或是你已经不在祖坛了 要不然出到迦南 完全陌生 每一步路都是戒胜恐惧 他一无所有 他就紧紧的依靠神 结果就一路蒙上帝的赐福和带领 可是渐渐的 他熟悉了迦南 渐渐的我已经熟悉了 线上崇拜 反正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就是这个样子了 熟悉了 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 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想要走自己的路 基督徒啊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 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们紧紧的抓住神 但是慢慢的 我们在神的赐福里 我们发达了 我们就不再像从前 那么需要神 那么的依靠神 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会求告神 但日子久了 我们就渐渐的依靠自己的经验 依靠自己的能力 我们就不再竹坛陷阱 不再随时求问 不再紧紧的抓住神 而当我们开始走自己的路 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 就是危机的开始 那地遭遇激荒 因为激荒甚大 亚伯恩原来以为到南地那是好地方 却没有想到那地激荒 而且激荒甚大 弟兄姊妹 离开神就没有好地方 亚伯恩走自己的路 结果走向激荒 走向灾难 他属灵的生命 不再有上帝的喂养 就像旷野沙漠一样 淋漓昏暗冷淡退后 当然 他也没有能力 再维持他属灵的生活 连竹坛都忘记了 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 你离开神太远了 远到一个地步 你连竹坛都不会 连竹坛的能力都没有了 而当然亚伯恩忘了竹坛陷阱 当然也就 听不见神的声音 也当然也就 失去了神的同在 失去了神的引导 神的祝福 接下来的激荒灾难 就是避难的 而一个离开神的人 灵性就开始昏昧 我们看一下 遇到饥荒 亚伯恩就做如何 他做了一个决定要去哪里 下埃及 到南地已经不得了了 现在决定要去哪里 要下埃及 看到没有 亚伯恩已经完全失去了 属灵的判断 他的选择一错再错 所以弟兄姊妹 你听好了 当你离开神的时候 你慢慢你的灵里 就会昏昧 有时候你做的决定 连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会做这个决定 而这次选择下埃及 把他带进更大的灾难 几乎毁了他的家庭 毁了他的人生 毁了他的未来 神那么大的应许 差点就化为乌有 将近埃及 亚伯恩就对他的妻子杀来说 我知道你的龙 你是龙貌俊美的妇人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 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得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看到吗 亚伯恩致辞 竟然昏美致辞 竟然因为自己的妻子 太漂亮了 就说你不要说是我太太 要说是我妹妹 我现在变成大舅子了 更厉害更好 以免埃及人杀他 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妻子都可以牺牲 不要 这是什么男人 亚伯恩什么时候 沦落到失去的人格 自此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离开神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而且很奇怪 你听好了 他明知可能会有这个危险问题 对不对 他还去不去 他竟然还要去 我真的想不通 一个离开神的人 真是昏昧至此 你知道吗 明明知道去那里有危险 很可怕 但是埃及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吸引力 让他像飞蛾扑火一样 还是执意要去 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 今天如果神借着这个信息提醒你 当主在我们生命里面 踩刹车的时候 我们要赶快回头 回到神的面前 不然恐怕灾难的祸坏就等在你前面 可惜了 亚伯拉恩还是下埃及 进了埃及 而果真出了大事 即使亚伯拉恩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 把老的成宅看见了她 就在把老面前夸奖她 下面发生什么了 那个妇人就被带进 法老的宫中 而不但这样 这个大舅子果然 法老因为这个妇人 就后代大舅子 亚伯拉恩得了很多的牛羊骆驼 公吕母吕腹贝 这要叫亚伯拉恩一生 背负一个臭名 他的良心永远要被谴责 竟然是出卖自己的妻子得到很多的财物 就好像一个下属 把自己的妻子送给上司 好叫自己可以升迁 那是什么样一个可悲的男人 那是什么丈夫 亚伯拉恩一辈子都是羞辱 都抬不起头来 亚伯拉恩一辈子 这良心都不安 亚伯拉恩的人生给谁毁了 给自己毁了 给自己毁了 这就是撒旦要做的 他要毁坏神的儿女 更要毁坏神在他儿女身上 那美好的命定和呼召 神对亚伯拉恩的呼召是 你要成为大国 你要得大福万足 要因你得福 亚伯拉恩是多么的尊贵跟荣耀 亚伯拉恩的未来 有无限的美好 弟兄姊妹 同样神在你我身上 也有无限的美好 神为你预备的道路 都是领我们到那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今天我们当中 如果有人能离开了神 你要赶快的回来 离开了神就会失去祝福 失去尊贵 失去你人生的呼召跟命定 但是感谢神 总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亚伯拉恩虽然不好办错 可是神仍然爱他 兄姊妹 神爱你 今天他要呼唤你 你听了这个信息 绝对不会是偶然 上帝伸手改变了一切 而当神介入的时候 一切就改变了 亚伯拉恩因为 耶和华因亚伯拉恩的妻子 杀了缘故 就将大宅于法老和他的全家 主今天也对你说 在你的人际关系 健康 婚姻 亲子关系 甚至或你的工作事业 弄得一团糟的时候 回到神的面前 让神接受吧 因为人的尽头 就是上帝的起头 而当上帝一伸手 于是法老吩咐人 将亚伯拉恩和他的妻子 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感谢主 因着神的介入 把亚伯拉恩的命运 做了一个翻转 不然亚伯拉恩到此就结束了 他们都平安的离开了埃及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 就是从前支他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祖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读河 秋高夜晚 你怎么没看到 亚伯拉恩回到伯特利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今天也要回到伯特利 重新回到你为神祖坛的地方 回到教会 回到小主 回到你的事部 重回你每一天的灵修生活 重回你跟随神与神同行的日子 重回伯特利 祖坛求高夜和华 今天上帝呼唤你 这一刻 主呼唤你回家 回到起先祖坛的地方 回到你顺服神 与神同行的日子 这是伯特利 祖坛 第三个 我们要看西伯伦 祖坛 他才读了 亚伯拉恩就搬了帐篷 来到西伯伦 曼利 香树那里去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 祖了一座坛 上帝赐福亚伯拉恩 你要知道这一座坛是 亚伯拉恩解决了 他跟罗德的冲突之后 主的一座坛 上帝赐福亚伯拉恩 也同时赐福跟着亚伯拉恩的罗德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紧紧的跟着教会 神赐福教会 你也会跟着蒙福 教会的丰盛得胜 就是你的丰盛得胜 教会得地伟业 你也必要得地伟业 罗德跟着亚伯拉恩 也就跟着亚伯拉恩 一同蒙福 因此圣经说 他们的牛群羊群甚多 到那地容不下他们 发生了争执 于是亚伯拉恩对于罗德说 我们不可以相争 就让罗德先选 他说遍地不在你面前 你向左就向右 你向右就向左 然后罗德举目 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知道所有都是滋润的 于是罗德就选择了 约旦河的全平原 往东牵引 罗德真是毫不客气地 选择了那个肥美的平原 所以亚伯拉恩只得选择三地 看起来亚伯拉恩吃了大亏 而这地正是神应许 要给他的迦南地 罗德以为自己很上算 以为他自己很有眼光 很有远见 而结果他最远看到的是 索多玛 圣经说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眼前 最大恶极 会不会有人 你所谓的远见 你见到的 看到的是索多玛 在耶和华眼前最大恶极 罗德和亚伯拉恩分开之后 神对亚伯拉恩说 你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些地 我都要赐给你 和你会知道永远 亚伯拉恩失去了平原 只能上三地去 没有想到上帝 尽能给亚伯拉恩 一个这样的应许 凡你举目所看到的 我地我都要赐给你 那请问 在平原看得远 还是在山上看得远 是的 山地 叫亚伯拉恩 看得更远更广 所以丢着美 一个有神的人 总能因祸得福 所以不要怕吃亏了 一个有神的人 总能因祸得福 于是亚伯拉恩 站在山顶上 往北看 只看到黑门山 往南看 只看到湿海 这样一个辽阔的一整块地 包括高山低谷平原 尽收眼底 全都是上帝要赐给亚伯拉恩的 很多人都像罗德一样 凡事要自己选 自以为聪明 以为会选到最 对自己最好的 结果聪明 伴被聪明所误 而这节圣经 我们大声一起来读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知 弟兄姊妹 我们经营人生的方式 只有一个 就是认定耶和华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神对亚伯拉恩说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这个旅程的范围很大 南北距离约有150里 东西相聚80里 为什么神要亚伯拉恩走这一趟呢 这里面有很宝贵的教训 神要让亚伯拉恩明白 神要重生 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神要亚伯拉恩综横走遍 神要亚伯拉恩自己 亲眼一览一睹 神所要给的那个宽阔之地 神的心意再明显不过了 他告诉亚伯拉恩 神为他定规的旨意 神给他的应许 没有一点的改变 弟兄姊妹听好了 我们明白有些事是难以挽回的 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回不去了 或许我们生命里面 发生了某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你已经失去了 上帝最美好 但是请听好了 海伯德牧师说 过往的痕迹 不等于人生 每一个人都有过去 但过去不能决定你的未来 神今天对你说 他要完成在你 他在你生命中的命定 我们在大使心堂在那里 上帝要完成你生命中的命定 不管亚伯拉罕自己犯的错 下到埃及 或是因为罗德所带来的损失伤害 但是没有任何的人事物 能够影响到神对我们那个上好的计划 所以亚伯拉罕在西伯罗人在那里 为耶和华租了一座坛 他来到坛前再次求告神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决定者 他再次重申上帝的呼召 他让他那微弱的信心 快要失去的信心 再一次的被激发 再一次把他的眼目从人从挫败 从困难中转向耶和华 祭坛带来了更新 使他能够继续奔向前面的道路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 不是跟你分享了 要不然这三个坛 我相信这是上帝 27年前28年 他告诉我你要去西伯伦主坛 原来我们见到的不是一个礼拜堂 不只是一个建筑物 乃是在那里为耶和华主坛 而在那里不管是事件的坛 有人 你需要在那一个地方宣告上帝的应许 承受上帝要给你的丰盛 你要在那一个地方为耶和华主事件的坛 你要站在伯特利 在新唐那里像耶和华主一个伯特利 有人你需要从埃及回转过来 或许过去失落了 而大使在那边正是一个西伯伯特利的坛 上帝呼唤你再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 而西伯伯伦是一个信心眺望的坛 我们重新更新 我们宣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呼召 使命命定永远不会改变 让我人生的每一刻 我都能够用主坛来标记 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的片段 我们当作有人 你要煮事件的坛 你要在那一块地方 宣告上帝在你身上的应许神的话 有人你需要在那里煮博特利的坛 你已经下埃及了 上帝呼唤你从埃及回到博特利 你已经离神太远了 你要回到博特利 你从前煮坛的地方 今天我们当中有人 你要回到你博特利主坛的地方 我们继续的祷告 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 我们仰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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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祝福 透过这些灵魂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觉受我们赞美你 我们向你自己呼喊 我们向你来祷告 觉受你恩戴灵 你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祷告仰望 耶稣让你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里面 更新我们 再次的眺望我们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离开了太远 好像快要回不来了 今天再次我们重回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爱你 上帝爱你 让上帝接受 把你的前面交托给上帝 让上帝来接受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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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来的名 谢谢 耶稣主席 成为一个主的 让我们一个人 在那里求告 耶和华 谢谢我们的神 帮主的名 阿们 好不好我们最后一个祷告 好不好我们为新堂下礼拜进去 让我们那里看 它不是一个新的建筑物 乃是耶和华主坛的所在 在那里是能求告耶和华的地方 让我们在那里求告耶和华 我们在那里不但是一个聚会 我们都在那里求告耶和华 我们在那里都去那里为耶和华 主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 噢 绝书啊我们再次的呼求 愿上帝祢的恩恶 绝书啊设立祢明的一帮在那边 建造祢的国 建造祢的全民 建造那里 谢谢祢 祢是在那里祝福 愿祢自己的恩恶 我们感谢祢 在那里跪在祂 耶稣让祭坛的火燃烧在那个地方 还是感谢祢 还是感谢祢 27年 祢自己来引导 还是何等的感恩 愿我们一生都在祢面前 我们谢谢祢 我们相信祢 我们都是一个成为主人 我们赞美祢 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祢 透过亚伯拉罕 让我们学习 我们基督徒 让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 也是一个主坛的人生 我们在世间主坛 我们在伯特利主坛 我们在西伯伦主坛 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片段 在那里 我们都用主坛来标记 主啊不但我们主坛 亚伯拉罕主坛 祂带着祂的儿子 以撒来主坛 让我们一样带着我们的儿女 一起来主坛 让我们在迦南地为祢主坛 在我们的职场 在那里我们也为祢主坛 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话语 宣告上帝的应血 我们当中有人软弱的 我们里面软弱失望的 主啊让我们再一次 在西伯伦重新 眺望我们的呼召 我们在那里宣告上帝 祢的呼召没有改变 祢要叫我们起来 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我们所看的地方 祢都要赐给我们 谢谢我们的主 再次建立我们成为一个 主坛的人 我们感谢祢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部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爱与荣耀 给我们的神上 祢是我们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 实体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 地点 请上士林灵阳堂官网查询 士林灵阳堂祝您平安喜乐